謝謝這兩位同學 然後我還是想問說 說誰派你們來的 對 講稿誰幫你們移的 我想有很多我這個世代 就會覺得怎麼可能 學生怎麼可能會思考 因為不曾學會思考的人 就會以為別人也不會思考 然後我其實想要接著講的是說 其實他們是1996之後 如果是1996的話 大家就知道是總統直選的第一屆 在那之後其實台灣的教育 有了就是根本性的改變 也就是說在1996之後 出現台灣史 然後認識台灣 然後再來台灣史在歷史裡頭 有四章跟獨立成策 一直到現在 那其實他們的學習 跟我們這個世代 就是85年之前的 是截然不同的 而其實教育的話 在歷年來的走向 你可以說其實在96年之前 是一種法西斯式的 也就是所謂我們講的威權體制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那麼學會服從 就聽話就是很乖啊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是因為 就是國民黨的教育成果 那可是他們這個世代的話 不一樣 他們是走向所謂的教育自由化 但是教育自由化這一件事情 已經被因為李遠哲支持了別 所以你就會認為說 那一定就是賭派的事情 或者是說 當90年大概有一件大事就是教改 那教改其實這個制度不是 不是單純是綠色的問題 或者是誰的問題 制度本身如果有缺失 其實我們應該要從制度去做改變 那但是教育自由化就因為教改 所以大家就會說 好啦那就是人本大門王就出現了 一切都是人本的錯 我們就不去思考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除了我們所謂的威權式的史觀 其實還跟就是國民黨的教育 是有關係的 可是國民黨的教育在早期 它是屬於大中國式的 也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有講那個 中華民國宋的部分 可是到後來真的教育的走向 就是教育本土化 也就是教育台灣化 可是教育台灣化 馬上就會又會被那個統獨立場說 你這樣就是民粹 可是各位知道嗎 其實教育的本土化 也就是教育的台灣化 本土化這件事情就是教育學的本質啊 教學的本質如果是在本土化的話 那它自由化那本土化的目的 其實就是一個 讓我們認識我們自己 然後讓我們知道我們從何而來 於是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站在這裡 我們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要往前怎麼走 其實這才是重點 可是當我們在說這個的時候 你要去考慮到1996年之前的 我們這一個世代的 對我們來說 呃台灣不知道耶 我會去貝王河流經哪集省啊 好 長江流經哪集省 好然後什麼龍海鐵路 接哪集省 我會貝啊 貝超好的啊 可是你問我說曾文熙 然後什麼淡水的 我哪知道 因為考試不會考嘛 他給你升學壓力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那不是 你很有記事感就說 欸 阿晴死亡 和蘇特魯就是為了前置思想啊 然後跟漢武帝不尊儒術 也是為了前置思想啊 那你說現在 有沒有在前置思想 有啊 那所以其實這一個世代的人 他們在學習的就是 他知道了台灣 那他知道了台灣 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大學的時候 學到台灣史 然後後來要出來 教書的時候 我在背課的時候 我背到 我印象很深刻 賴河的吉吉琴娜 如果在座修過 我去翻了原本賴河的吉吉琴娜 還有到老人 我讀著讀著我就哭了 為什麼 因為那是用台語講出來的 我小時候抓過那個 國語運動最後一屆 我是國語推行員 國語推行員的目的就是 吊北亞 誰講了台語 你就要記下來跟老師講 要嗎 就是罰十元 不然就五元 然後不然的話 累積太多次 你就要挖一個壓克力牌子 上面說 我不說 我不說台語 然後你要站在那個 就是人來人往的樓梯間 然後就像 就像文化大革命時候鬥爭的牌子 但我個人從來沒有 就同學在講的時候 我說 然後就你知道 好 就這一種 那我不瞭解 為什麼我用我的母語講話 會是這麼的困難 那你會說 那這有那麼嚴重嗎 當你去日本話 或者是去台灣話的過程當中 其實台灣本身 是不需要大中國史觀的 我不能做 我修正 台灣需要大中國史觀 因為 他曾經是來過的人 在台灣島上 我們說台灣就是主體啊 我們在太平洋上 自己就是主體 從一開始 有南島日足 然後再到你可以說 荷蘭來的 那你說 原住民 原住民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有啊 有太多的地名 是相關的 比如說什麼 旗旅案 或者是那種比較大家知道的捷運的路 或者是接著我們說 你怎麼知道荷蘭有來過 你如果說台語 昂本 三文 這一些 或者是華納會 這一些都是荷蘭傳來的 它就存在我們的語音當中 然後到那個就是清嶺時期來了 那清嶺時期來的那一些 也就是說我們所謂的本省人 但我們現在都知道 其實我們都是外省人 真正的本省人就是原住民 那我們在清嶺時期的時候 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地名 那你就會知道說 那有中國的人來了 然後後來日本人來了 那你怎麼知道日本人來了 那你存在你的語言當中 對啊 你看一下 人黑道老大 你叫你媽媽叫卡桑 吳念珍的電影 鬥桑 對 太多太多的語言 所以他要去 去台灣話 其實就是 把你的母語污名化 你看一下電影裡頭 壞人都是什麼樣子 就講台語啊 吃冰狼啊 對啊 然後台灣國語嘛 一副讓你覺得 講台語是否變得很低級 那其實這樣子的教育 對我們來說 這就是一種洗腦 而我們如果不了解 我們自己本身所學的教育 我們就不知道我們要愛什麼了 對啊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知道台灣史 那那麼大家才可以知道說 我們能夠在這一塊島上 有認同感 而未來要怎麼走 然後其實我想要去說 就是教育部的那個摸頭大會 就是我很困難的 再去看著他的重播 因為看了就是會爆氣 就會抓摸 就會覺得那有話好說 你拿出來重播就好啦 那超神奇的 但我還是很耐心的要給他看 因為我想知道他說什麼 他裡頭其實第一件事情 就跟你說 這就多元史觀啊 但是其實各位 多元史觀其實要追求 最符合最貼近現實的 所以它是會改變的 那你要現在跟你們說 就像我昨天如果學生在會說 我學生會cue我說 那那個課綱到底是怎樣 我說那就是在問你 請問中華民國的第一大島是哪裡啊 然後他們我就說 你們面面相訊 我直接跟你講答案嘛 那就是台灣島啊 他們說哪有這樣 然後我就說那你猜一猜 全中華民國的最高山是什麼 他們都說那個玉山啊 然後我說錯 豬木馬狼馬蜂嗎 他說哪有這樣 全部都一陣反彈啊 然後我說 可是這是中華民國啊 那這一件事情其實就表示著 當這個微調的課綱 其實不符合大多數人的想像的時候 其實他就要 需要經過再更多的討論 而不是說兩個月突然間我們就要微調了 這個不符合多元時光 然後還有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話 其實他是在說 放心好了 我們大家一起寫教科書 你看我還有看到很後面 他就說 你看我們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然後他們攜手向前行 那現在我們也可以在這一塊土地上 大家攜手向前行 然後第二件事情他就說 德國跟法國也是一起攜手啊 那其實我們要鼓勵說 喔好很好 如果你會這樣說的話 讓我引花一分老師 他所想的 其實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 教科書的和諧 跟德國還有法國教科書的和諧 他們其實有抓住兩個核心的精神 一個就是培養自我的批判力 還有第二個 就是希望就是落實轉型正義 那如果就是教育部 自己推動一起寫歷史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鼓勵國民黨 就是先看那種不當當產啊 跟那個什麼228事件 其實228事件不只事件啊 即便現在有寫在課本裡面 但是228事件不是那一天的事耶 那是2月27號啊 27部隊還在我們台中組合起來的耶 對啊 那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不是2月28號 是2月27號開始 而一系列的還有三月屠殺 跟之後白色恐怖 那你國民黨先啊 這兩個先 我覺得可以這樣鼓勵他們啊 但是或者是說大家會 第三個可能很多的群眾 就是社會人士 他會看到說 啊你們怎麼去打人家 教育部長的坐車 這種感覺就好像是 小學生 就是小朋友A 在自己玩玩具 然後小朋友B就過來說 欸我要玩 然後小朋友A說 我不跟你玩 於是小朋友B就搶過去之後 小朋友A就K了他一槍腦袋 這時候小朋友B就會說媽媽他打我 然後小朋友A就會被罵了 完全沒有人要去追溯 為什麼小朋友A會打人 可是其實就是 吳思華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國教署長 兩個就是一直在打官槍啊 我們很理性啊 你們不要不理性 可是這種能讓人家不擋坐車嗎 所以大家應該要先去判救 當然我們說現在要反對像克剛 其實敵人並不是個人 那個敵人是我們的思想 包括國民黨黨國體制之下的教育 這五六十年來的 所以其實他不只是說國民黨反對 也許民進黨也有一些人是支持這樣的 因為那是我們的教育 而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被洗腦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那這個議題絕對不是什麼藍綠的議題 或是統讀的議題 要統要讀你至少也是公開的 讓大家可以充分的討論之後 得到共識嘛 絕對不會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說 我就說我合法啊 那就是不合法嘛 所以我如果補充了這一些之後 就是各位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開放那個Q&A 然後一次是三個問題 然後不想的各位有問題的請舉手 那像我想請問說就是 請問有沒有實質的方法 就是可以延緩或者是 直接把它推掉 其實應該是說就是 有沒有就是 比方說找立委來施壓 或者是類似這種行動的 就是有實質性制度上的 可以延緩喔 可以延緩喔 你好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我個人覺得說 反洗腦和反課反是可以分開的 因為畢竟反洗腦 因為洗腦是經過很長的時間嘛 那反行導這件事情是需要經過很長時間的推動 那我想要問的是 我們反課剛這個行動的 應該說退場題字是什麼 我們學生應該要做到怎樣的地步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很多人是高二生 那我們面臨的是即將來的 剩下225天的學測 那我們應該要做到怎樣的地步 我們應該要達到怎樣的目標 然後我想要問老師還有就是中學的想法 那我先回答兩個好了 剛剛說那個可不可以請立委施壓 其實這不用立委施壓 這應該就是立委的職權 因為其實我們在說這個 課剛是違法的時候 其實它違反某種程度上我們說 你知道行政命令其實有分法規嘛 跟命令兩種 然後命令的話就是說 我是教育部長 然後這個如果是小部分影響不大的事 我有行政裁量權 但如果是根據什麼中央標準法規的第五條 它裡頭其實有提到說 關於人民的就是極多的權益 這個權益其實如果落實在課剛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就是學生作為教育的主體 他沒有辦法充分表示他的意見 跟第二個這個課剛是否有受到 就第一線教師的支持 因為很明顯他人有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說出版社的書商 他們在撰寫這個的時候 那所以其實他如果是關注到這麼多人的權益 其實他應該要遵從就是行政跟立法 他們的權限分配 也就是說在制定跟審議 還有通過之後 他其實應該要報警回去立法院 然後於是立法委員就跟你說 喔好啊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就復委嗎 就是我沒有問題的話就存查 那如果有問題了耶 我覺得我就要啟動我的權益啊 但是你說我們立法委員 有啟動這樣的權益嗎 沒有耶 所以其實這是有法可許的 我們再講那個違法是違背了這個法 那如果是關於黑箱的話 就是說突然出一個檢核小組 然後他是誰而不知道 這樣 就這樣有回答到你問題嗎 那 基本上有資訊是 就是 那 行政訴訟的話已經有通過了 但是教育部就會說 反正我無罪推論啊 可是這適用在無罪推論 所以我可以硬推嗎 不 這件事的爭議是那麼大的時候 他其實就應該要站好嗎 所以其實可以一定回答 就是剛剛第二位的問題說 那你們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剛剛學生們 你說 學生們說 不然就變我們三個 我想說 我覺得你們可以做一個團成 就是像我們校內在我們一年級 他們有在創立一個 跟社會議題有關的社團 就是一個團成的過程 一屆傳一屆傳一屆 我們對我們的確是要申告三 我真的沒辦法去排除這麼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你可以 用一個組織的形式 或是你要賺賣一個社團 其實去傳承下去 不是你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不是 這些事情是我們大家要去關注的 這樣有回答到的問題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麼可能 那我之前講到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是 雖然說我在學校也有成立說 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一個賠利的組織 那以我自己自身的看法來講說 我認為說 教育的方面 不是說一兩年就可以解決心 可能它會拉到更長 甚至說十年或幾年 那我自己會希望說 在之後的議題 我也是能夠當一個參與者 就是因為我自己知道說 在課上微小之後 有更大的事情是 107課上以及12年國家的相關議題 那我希望說把這樣的議題說 拉到社會的角度來看 都不是說只是高中生的事情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因為教育是有社會的議題 那我希望說在之後可以拉出家長 因為家長非常在意小孩子的教授教學 那我希望說家長在了解這樣的事情之後 可以出來做支持 或者是做一些相關的行動 那還有在大學方面 我希望說可以引大學生出來 做一些相關的行動 那還有我自己就是用來說 這種事情是醫生都要去打平的 我覺得不是只有在高中 只得到該關注這些事情 那然後方法說 你要怎麼去拉學藝術 怎麼拉學長 怎麼拉社會人士來參與議題 那只要說大家都在關注這個議題的話 那這個議題 什麼時候會變得比較看見的 而不會沉默到大海這樣 對 我自己這樣看吧 那你這樣給我理解嗎 好 如果他有意見就要理解 好 這樣有意見嗎 好 這樣有回答到嗎 算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也還想要補充說 那那個戰線其實他是說 就退回課綱 他其實最後一頁有說 那那個退回課綱的部分其實就是 他會講說他違法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一開始歷史科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國文跟歷史科被放在一起 然後數學跟自然科放在一起 所以當國文科被擱置了之後 其實歷史科就應該好吧 我就跟你一起排隊審 但是排隊審的時候 突然就出一個檢格小組 就說你有問題 要重來 但其實在那之前 九八課綱已經開了十次的會 在最後的決議是說 好 我們就要針對九八課綱去寫教科書 但沒有啊 檢格小組出來就全部把你調整 那到底微調了什麼 違法調啊 那當然就是微調了什麼 其實簡單的來說 它是只留下中國 我剛剛說台灣作為主體性 你如果在太平洋上 台灣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存在 那但是如果放在微調史關裡頭 首先我們說原住民的部分就不見了 他就說 好啊 我們就尊重那個原住民族啊 的法 那所以我就只稱全台灣是原住民族 也就是說 再沒有報警行政院核定的關於皮固族 我們就都不知道他們了 那我們就抹煞了原住民的歷史 那再來 第二個 其實它就是去除了關於日本的部分 去除了日本關於就是在台灣 那個 就是各式各樣 不管是經濟 或者是現代化的基礎建設 完全都沒有 那他就是想說流民船 流民船的時候你就知道有沒有鐵路 從那個七龍到台北 然後之後突然就跳到中華民國時期說 因為有時大建設 所以我們就有環島鐵路啊 那怎麼了 什麼時候蓋那麼多 那就跳過了 所以其實學生在意你說微調的內容 有沒有符合我們在求知的那個順序過程 完全沒有 他就跳躍式的 那也許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有很多人就說 那第一線老師不會教嗎 有 因為那個有話好說的時候 那個吳金山 他就是國教署長 他就說 我們呢 關於有那個爭議的部分 第一線老師一定會好好的補充給大家的 但是你知道嗎 地表 不要說地表啦 只要是威權國家的課綱 頁數都很多 如果是歐美國家 課綱大概三年可能就兩頁吧 就告訴你說 你大概這樣 然後你主要是要跟學生在討論啊 然後是關於就是歷史思維的思考 沒有耶 我佛的課綱有39頁 然後據信明說你至少要講這個這個這個 那照我 我現在講話已經放慢速度了 如果我在學校上課的話就是這個 只有快 很快 非常快 那我就補 對啊 那我要再講這麼快的狀態之下 才有辦法再補充 那補充非常多 所以你要說什麼學生會寫很多筆 會啊 我覺得筆記超多的 可是那要是我願意補充 但我如果沒有那個力氣耶 也許我年紀再大一點 然後版書寫不動了 那我就好吧 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 從哪裡去尋找歷史的時候 那其實對我們的學習是有很大傷害的 而且到底學習歷史目的是什麼 不就是在思辨的能力嗎 這個思辨的能力不就是帶著走的能力嗎 那我其實會希望各位說 回去跟家長來講 現在教育現場大概說 我們要翻轉教育 然後我們要行動學習 學生為主體 那你就來折舞 或是你就參加反洗腦課綱 或是在FB上面看這些學生 在學校裡面自己辦的講座 演講短講 請教授來或是自己來 這就是自主學習啊 不然那一些很硬的 關於法規的內容 沒有人提供給他們 都是他們自己去找的 這不就是教學現場 大家最想要的 帶著走的能力嗎 那你會說 為什麼政府要一直強力去阻擋 因為我如果讓你會思考 你就會反抗我啦 如果我們停止思考 其實就是被努力的開始 所以你要說用身體戰鬥 的確用我們的思考 然後還有用我們的祈禱去退 希望把這個課綱退回去到 你就好好的把它審完 還有另外一個 我剛剛講說課綱39頁 可以定一個柔性課綱嗎 我們現在講的39頁課綱 是硬性課綱 就是要規定你講好多 要講什麼 可是柔性課綱就是 你要教給學生什麼樣的能力 這個才是柔性課綱 也真的是我們在培養多元的時關 真正需要的 而不是我們除去了 除了只能就是看著中國之外 我們沒有我們自己 就好像在1920年 在日治時期 在講台灣的文學樂戰的時候 曾經我聽過這樣一段話 我也覺得非常感動 他說但是他是講台語啦 我也希望我會說原住的語言 或者是客家話 或者是新住民 然後如果講到新住民的話就是 不要再叫他們外籍新娘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一些笑話 這像是你們早餐的那個瘋 我上面看到的話就說 請問一下世界上老最壞的是誰 答案就是新娘啊 因為今天是新娘明天變老婆 就他不是外籍新娘 他是他如果得到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他是新住民 他也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當你認為你在周末的時候看到他們在第一廣場 會覺得不太開心的時候 你要去問我們的政府到底為他們做了什麼 讓他們有一個適合的休憩空間 那才是我們在這一個島上 大家所謂共同體的概念 對 然後有沒有想要補充 好 謝謝 我是民進黨副理部的主任 那今天我也是中女中學姐 所以很開心今天看到非常非常多中女中的同學 好 這個是錢人 等一下 感動的話等一下再聊 其實剛剛同學有提到立法委員的部分 那我相信這件事情其實一開始 我的關注裡面 其實政經委員還有議員委員 所以他所有委員都提了這些事情 但是為什麼這件事情到現在還卡在這邊 第一個事情是 今天在立法院要表決 B黨是不可以贏的 情況就是如此 我再怎麼樣 除非就是所謂的癱瘓 可是癱瘓之後 B黨的狀況就是人家又說 你看你們這黨超暴力的啦 都不照程序啦 可能要不可以照程序來 照程序來就是贏不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也跟各位報告 我相信同學們都有期待立法委員 事實上就是為什麼選一個好的政治人物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當你選到一個不像樣的人的時候 然後那群人又非常大群的時候 你們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會變得非常的可怕 那第一個現況是如此 第二個現況我也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事實上現在立法院的 正在修法的狀況裡面 這一個會期很重要的議題是修憲 那我相信各位如果關注台灣史 或者台灣現在我們在台獨立等等的現況的時候 目前的修憲的議題是不被大家滿意的 我相信是不被滿意的 但是我想大家也大概關注一個事情 是比方說18歲公民權 這是一個目前兩黨最認為 沒有太大反對的一個案子 可是為什麼連18歲公民權 這樣子的修憲到現在都還修不過去 因為政黨之間就會有一些私心 所以我們覺得說18歲公民權先修過嘛 但是大家都覺得要過啊 那我就把別的東西 把你不願意過的東西進去 所以這也是一個 所以我不要講是說 其實這個會期 有沒有可能立法委員去處理這個案子 第一個現在正在修憲 就是說他們這個會期重要的議題是修憲 而且會期其實比較偉大 那所以除非有什麼方法加快這個修憲 比方說18歲公民權的案子敢過 或者是有更大的力量讓立法委員們 全部投過會發現說 欸不行我如果不面對這個議題 就不行了 就像去年的學運一樣 去年的學運剛開始的時候 立法委員都跟各位說 那個案子贏過啦 贏同意啦 通過啦 30秒啦 為什麼後來還能撤 是因為巨大的人民的力量 當然我並沒有在此鼓勵各位上街頭 因為有那個齁 但是 但是我還是得說 立法委員其實它是 第一個它是民意的表彰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反覆的持續的追蹤 立法委員是不是照著我們要的 那也提醒各位說 因為明年也要選舉了 從現在開始壓迫 你們所有可能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他們答不答應 未來你們所重視的這些事情 剛剛學妹講一句話非常重要 為什麼現在關注 因為未來是你們的 那 我也補中一個事情 我剛剛今天下午有一個 FREE團體的會議 就是一群全台灣的姐妹們在聚會 那他們本來找我吃飯 我說不行 因為今天有高中的學弟妹要講課 剛剛的事我一定要來 那他們聽到這樣之後 他們就每一個人都露出那種 他們太棒了 請聽我們表達我們的支持 所以我要跟學弟妹們講 就是說 剛剛在提到的 這件事情會不會只有高中生關注 我相信不會 會有非常多人關注 但是你們說你們的父母 會不會跟著你們一起這樣推動 你們的父母就是我這個年紀的人 我這個年紀的人 就是剛剛老師所說的 我們還在念到中國史剛的 那些思想的東西 上一次我想加瑞大哥指導 會聽班記賴和基金會版的活動 那場真的很悲哀 因為我們所有 我這個年紀的人 開口第一句話都是說 我覺得我對不起我的國家跟土地 因為我們從以前念歷史的時候 沒有了解過我的家鄉是什麼 那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真的是從權威思想被交出來的 那某一群人後來慢慢慢慢的發現 這件事情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如何讓你們的 你們說 你們的家長們 會不會跟著你們一起做這樣的動作 可能需要教育一下 自己的爸爸自己要教 那當然他們的 這些人 會不會跟著就是 很積極的去做這些事情 他們不會在你們的前面 他們不會在你們的後面 當然會支撐著各位 我相信各位的想法跟行動 我們其實非常敬佩 那我們都會支持大家 那最後我還是要問一個問題 這個是 就是說 其實我也一直很有興趣想知道說 剛剛老師有提過 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們是因為 很多很多教育的方式改變了 教育的內容改變了 所以各位的思想思維上有不同 那我一直在想 各位有這麼快速的串聯的人力 跟思想的能力 除了學校給你們的教育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一些能力 譬如網路或同學的鼓勵等等 謝謝 就是剛剛這個問題的話 我想說真的非常因人而異的 像我剛剛就是這樣 躺在擺面上的藥蟲的同學 他自己是 就是因為他家裡有 就是像 一些左派的書籍以及 你各自剛剛的社會心思維 當他在國小的時候 閱讀了非常多相關的書籍 所以他很會 變成說他現在是這樣子 那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從小時候看的是 科學探觀的心思維 那我覺得 我在這個思考邏輯 不管在尋求自己的定位 以及 以及對於社會的想像 我相信 在各位的生命中 想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為你常會發現說 現實跟想像是不一樣的 那你要怎麼讓 你的想像跟現實 變得說 越來越詳盡 這就是一個 我們為什麼要坐在這邊 小包包說我在那邊講 我跟大家在那邊聽 然後我自己是從一個講者 不是講者 聽講者 變得進來的講者 這就是非常 神奇的事 我覺得 就是要透過 我弟是透過思考 就是哲學上的思考 以及 嗯 學校教育的話 我相信是 有 在每個學校中 都會有那麼幾個老師 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那我很感謝 那老師在學校中 教導我那麼多的事情 那 剛剛講到說 那樣有串連能力 其實我弟也不知道說 我什麼時候突然就會 會 第一辦講座 自己找那些教授來 這就是 我覺得是要有 適合的時機 我覺得 所以 像我剛剛講的 一場運動的產生 不會是偶然 它是有非常長的 一個經歷 然後導致說 現在有運動的產生 那 其他問題的話 我覺得用 可能要私下講 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 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對 那如果有心事的話 再用你 我們來用一下 謝謝 那我覺得 我不太適合 講床內串連的問題 因為 對 我一直講 我項鍊比較保守 那我們項鍊串連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是因為 就是 教育的方式已經有所改變 大家思想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 我們才可以串連的這麼快 那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 我們在項鍊 我們自己是用跑班的一個過程 就是 我們在每一班都會講 這個課稿的嚴重性 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需要去關注 那就是 我們在下面 可以串連起來的 原因 那我覺得說明會 也非常重要 因為 說明會其實會比頭髮 是更好 因為大家會去了解 有更深入的了解 對 這樣 有沒有達到嗎 謝謝 我先說 我們又跟父女部的人 見過面 但是 其實他幫我們補充到 覺得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 或者是綜合剛剛大家所說的 就是 到底這個運動 要什麼時候才會停止 剛剛有聽到說 這是一輩子的事 對 那到底 我們要怎麼樣持續的參與 其實就需要公民的參與 那包含其實很快 你就可以說 為什麼18歲 不能夠下放到18歲 那就是因為你們知道太多了 就是 對 那種給你們 給你們的朋友大學 那還得了 所以他其實用這樣限制你的權力 那所以其實我們 如果現在身為學生 還沒有投票權 就因為要回家去運動 我一個家長 我要參加社會運動的時候 我爸媽那時候六七十歲的人 也就是說 剛好就好啊 不要 你再抓去啊 但我在家裡講 二二八的時候 我媽還會就是趕快關窗戶 然後門關起來的時候 他說 我媽在跟我講這個時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其實在我們這一世代 以上的人 他們其實有受到 白色恐怖的威脅感 其實還沒有存證 那當我們還沒有公民權 而正要邁向有公民權 除了去運作自己的家長 也就是對大人的交易不能等的時候 其實還要注意到說 我們要持續的關注 就是這一些 我們所選出來的代議事 他如果失能怎麼辦 那其實這一個問題 就扣到很多 現在正在進行中的社會運動 不管是去年的全面罷免 或者是現在 在打國情境的公投 或者是說明年的選舉 我們要選出什麼樣的代議事 來落實原民所想要托付的 那如果他不能托付 那就可以罷免他 那如果他做出來的事 不符合我們所想像 我們就可以運用我們的創制 跟副決權 也就是公投 所以為什麼要下修公投憲制 其實就是權力應該回到人民手中 因為國家是由人民所組成的 這個其實才是正點 所以大家應該要去注意說 所有的社會問題 我想說的其實是這樣 還有問題嗎 我一個思維 因為有一些學校會 校長不會很支持 下午零高中的校長都比較被動 應該是你們學生跟老師之間 如果去影響 因為從立院那邊 可是從校灣去創演 整個全國學校如果達到九成幹成 這應該是大家努力的方向 應該有這種思維來說 因為如果立法沒辦法 就從最基層 從社訊到我們的思維主義 老師 應該主要是要老師 學生帶有老師 然後從最基層的部分 要扮演的力量出來 這個是我想法 因為我們目前在整個社會層面 在做社長 你們也要從學校模式式 跟老師跟學生帶動 相對校長應該是要老師 如果校長是反對的話 我們講一句 還是我台湾高中畢業 台湾高中畢業 台湾高中畢業是保守的 因為他有無學歷史 我歷史觀念是 都是從畢業以後 聽人家講出來 還是我們覺得 這個都是我們日後來去找出來 很多東西是 校方要滿支持 才有辦法在做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也一直在想說 也許剛剛談到很多 是在體制內的 總要去影響上面的人 去做 去改變他的想法做 那我在想說 我們可以做什麼 其實剛剛區長講到也很好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 有自覺的人 是老師 是學生 那老師學生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其實有想到一個想法 但也許有點天方畢業 或是天馬行空 我就說我 乾脆自己的課本自己寫 我們其實有很多很好的老師 然後我們也有很多設計人才 我們就來設計一本 我們覺得對的課本 對不對 我們對的課本 然後我們封面把它設計的 跟現在課本很像 然後學生發課本的時候 會不小心拿錯本 這樣子也很好 然後這個課本我覺得 乾脆一次就把我們覺得 該補上的都補上去了 這個東西其實 就像很多 雖然說我們現在在反這個課綱為條 但原來的課綱也沒有多好 我想說老實話 也是這樣子 我們很多人不知道 我現在身上穿的這個人是誰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他也應該要在我們歷史課本 原著名的歷史 應該在我們歷史課本啊 太多 太多 沒有課本 我們現在課本沒有的 應該都要讀進來 我覺得我們應該 集合大家的力量 把這樣一本課本寫出來 那甚至有資金的話 也提供資金 我們就在學校 各個學校的門口 發這本課本 對不對 讓他就帶著上學 帶到學校課堂上 老師不上這本 學生說老師我要上這本 我想這個改變 也許可以因為這樣一個課本 而產生 是不是我們可以 如果各課的老師 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我們來把這樣的一個課本寫出來 我們會因為這本課本 而為我們自己感到驕傲的 OK 我們一起想好不好 我能夠盡什麼利益 我不知道 我盡量 我有寫過一首歌 跟台灣歷史有關的 那個 我願意提供那個光碟 附在這個課本後面 現在很多課本不是都有附光碟 我們就來附這首歌 歷史 跟台灣史有關的這首歌 我想也蠻有趣的 好不好 我講真的 如果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你盡量跟我講 然後我們真的 也許誰 我們來追蹤這樣一件事情 自己的課本自己寫 謝謝 那這邊是我自己想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在 從國小 國中到高中 我們在學的課本裡面 我們為什麼要學中國史呢 我們這樣在台灣 雖然說我並不是反對學中國史 因為我覺得 那是我們的根源的 就是算是文化的創始 文化的根源國 那我們是大部分的人跟 就是我們的根源是來自於中國 那就是 那要說我今天是原住民 或是說我今天是新住民 那我為什麼要學中國史 我們只要說 因為現在台灣其實是在一個 就是獨立或統一一個 曖昧不明的狀態下 那我們 我們今天 假如說我們是獨立的 我們是一個獨立國家 那我們去學中國史 它是一個 跟台灣是幾乎一個 是一個平等的關係存在的話 那我們去學中國史 會不會看起來很怪怪的 雖然說我不知道 美國會不會學英國史 或是澳洲會不會學英國史之類的 但是 但是 如果是說我們今天是跟中國是統一的話 那我們覺得中國史當然是非常合理 就是我們 像剛才有說到說 我們好像在1996年之後才開始有台灣史 那在那之前覺得都是中國史 那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來我們的政權是 就是那時候過來就是中國 就是公民黨 公民黨政府來台灣 然後就是開始 還抱著我們 我們中華民國的 就是 中國大陸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然後我們 那時候還抱持著我們 怎麼有一天要反攻回去的心態 所以說 它是我們一部分 我們要學習它的歷史 我們要學習 其實那叫做自己的歷史 那 就是 其實我也不是想要提問什麼 就是 我想到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 要學的 學這麼大一部分的中國史 就 撇除這個 特朗維曉的疫情來看的話 對 這要先回答座 那我可以答一下你的問題 可是我現在想答 我會覺得 我們會需要去知道中國史 但可能沒有到這麼 居性明確的順序 因為我會需要去知道中國史 因為 我們要知道我們自己 為什麼會到現在的 台灣這個島上 我們才可以知道 怎麼去看待過去 然後我們要去做看未來 那我會想 為什麼中國史要被獨立出來 中國史應該如果是以 你的一場法書 你會認為 中國是一個 只是一個世界的一部分而已 它應該是被變到世界實面 那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這樣 謝謝 好 那我跟妳講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 我是覺得說 在一個歷史課 我們當然就是 我們需要探討的部分是 主體性的問題 我們自己避足在什麼點上 那我們認為自己是什麼 那這要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從外而內 一個是從內而外 那我相信這兩個都非常重要 這很有助於說 我們了解說 我們自己到底是 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土地 什麼樣的國家 對 對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再更深入一點講說 那我覺得說 在去除陰性課綱之後 我們採用柔性課綱 想的問題 那是不是有很大的幫助 對 包括說多年史國安建立 然後以及柔性課綱 以及去除掉說 我們現在的歷史教育 是政府的歷史 而我們是人民以及土地的歷史 那我相信說 一個歷史是應該屬於人民 屬於土地 也是思考能力 以及當代史 這有一句話是 一切的歷史都當代史 我們要透過歷史去認清我們 現在 所謂的問題 以及我們是誰 對 那在老闆那邊 我覺得 想法其實不會太天馬形容 我覺得 一切的制度 總是從一個 大家認為是從很爛很扯的制度開始 我想說 以前中國世界的人 怎麼會想到 從現在會有 社會主義國家出現 怎麼會有 經濟自由 怎麼會有說 人民的自由 這樣子 來講 那在課綱的旁邊說 其實不是只有說 我們要考試的科目是被綁架的 包括說 藝術是音樂 這方面 為什麼說 我的音樂課本 會寫那麼多 大家不會記得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音樂應該是要能夠 藝術跟音樂 都是要能夠感化的 你是要為這個社會去霸神 我自己人看法 所以說 其實我在 我還蠻喜歡聽你寫的歌 這樣子 對 那我認為說 我們要關注的廣度 不是只有現在 現在就是 在整個國文歷史 也不是說 需要考試的科目 更是說 我們全面的教育 該怎麼樣的去改變 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未來 那我們從過去 能夠看到什麼 這都是很重要的 對 好 那我想要其實 回應一下同學說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需要 學中國史 其實這也是我教學現場 國高中生他們很大的困難 他們有很多是 台灣史學得很好 世界史也學得很好 可是中國史他就會 比方說 他的平均也許有90的話 到中國史就會變60 老師為什麼要念中國史 我現在都哄他們說 那你就把它當做是 世界史的一個來看啊 這樣很好一點這樣 那但是其實 如果要念中國史 對 所謂 漢人 或者是後來的本省人 後來的外省人來說 他的確 如果有懷抱的 所謂的反攻大陸的話 知己知己百戰百勝嘛 這大概是當時候 當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退到最後也還是 台灣史、中國史 跟世界史病例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要一再說 克剛的問題 其實不是藍綠問題啊 那都是一直未解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有說 就是 所以 剛剛同學也講到說 軟性克剛的部分 軟性克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應當定義大標題 給教學現場的老師自己去發揮 比方說 瑞士他在講中國時期 他不會去講別的國家 他就講我們自己瑞士就好了 那如果是台灣 如果是軟性克剛 那我們 在原住民居多的地區 那我們就應該講 原住民的歷史啊 或者是客家人多的地方 就講客家人歷史 那才能讓我們貼近我們的土地 對 就所謂的在地化 那就是我們之後 如果要推動軟性克剛 這才是真正要的目標 所以我們要求是說 克剛要鬆綁 指的是這一個 還有到底要什麼樣的克剛 他就其實應該要透過開放式 透明式 的類似像公民審議 讓教學主體的學生 社會人士 以及所有關注台灣土地的人 應該都有參與的自由 而不是說 一個檢核小組關起門來 就這樣定 所以這是我們的目標 然後剛剛老闆也講了說 可以自己寫自己的課本 有啊 公民行動聯盟這樣喊啊 可是他其實 謝謝大哥要提醒我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所有的教課書寫出來之後 他還要送審 對啊 所以審課本沒有過 那你這一本就頂多 變出版品 而不能真的進到 下雨裡頭成為課本 而這個審課本的成員 如果也是檢核小組的成員 比方說 那個名字你就自己去想 張擦中或者張兩擦 對啊 那他就是 那個 應該是說 自己就是裁判啊 也是打者啊 球員間裁判 那你說這樣的課怎麼會過 你這樣就是讓大家吃到太多了啊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做法 我們也還是會希望說 大家除了注意到 學生是主體還有教學現場 跟出版社 如果他為了要發行的話 他能不去投其所好嗎 這也是我們遇到的一個困難 所以我們還是要不斷的說 這個運動其實沒有終極的時候 而是 這是在講我們的歷史是什麼 而我們追求 到底歷史的目的是什麼 但至少在現在 大家可以同意的是 它應該是一個多元的 它應該符合現代性 而現代性的兩大主體 不就是民主 還有跟自由嗎 跟多元意義 可以鎖進來 可是現在 教育部在做什麼 反多元還有反民主 但是他就跟你說 各位要理性溝通的時候 當你忍無可忍或退無可退 除了體制內的做法 你如果問我第一個 在教育現場 教育是這麼保守的境界 你問我會不會上街頭 我們一定是跟著學生上去的 因為這是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記憶 我們到底要學些什麼 應該有全台灣的人 來一起註意 而不是少數人說的算 這是我的想法 然後其實我非常感動 就是高中生怎麼那麼多人 在關注這件事情 而歷史突然間從一個 大家就會說復科啊冷門啊 你歷史不再說死的事情 其實歷史就是我們生活的全部啊 當我們在學期初 每一個學校其實都會說 老師們上課不要談政治喔 那我中華民國在台灣怎麼辦 欸同學你知道喔 我不能講 那這跟六四有什麼差別嗎 那我們究竟 我們所謂的民主的台灣 到底是民主的台灣 是你們想像中的民主 還是在國民黨執政之下 所謂威權的民主 我覺得那個選擇 不是以跟我說而算嘛 是應該大家一起來決定 對 所以同學們 還有沒有問題 大概從去年初就是 有一批老師就是 其實在教育部前面看 去年初剛開始 我知道這個議題的時候 但是因為這個國家的副本 實在太多了 所以它可能就被其他事情 改過去 那從今年五月 中路中開的第一槍之後 那我覺得今年六月初 我很感動就是看到很多學生 那那個晚上我就不停的在按讚 就是很多的粉絲也不停的按讚 那我最近就是看到一個 北區的一位 北區的玉城高中 然後我馬上提個一級老師說 太感動了 我都看了影片那邊 晚餐在吃苦味 然後我就邊看邊哭 因為那個是高中生在校內裡面 辦雙女會 當然你的小朋友 不小朋友對不起 不知道你們當中學生 就是每一位高中生 一辦都很好 但是我看到那一場 玉城高中的雙女會是 他在跟同學解釋 所謂的程序問題 那他們用了十分鐘的時間 他的舉例非常適切 又很幽默 然後又非常的調理很清楚 他會讓一個完全 可能幾乎沒有先出過議題的人 都可以在十分鐘內 非常清楚 教育部是怎麼樣 違法又黑響 那我看到那個非常感動 因為我覺得 教育要的不就是這樣子嗎 就是學生他想要知道什麼 他想要得到什麼 然後他去 他想要說什麼 然後他去做了 對 那我覺得 其實在那個說明會現場 校長也有道場 主任也有道場 老師也有道場 他們都有說話 可是我覺得他們說話的樣子 都比不上 在說話那個學生 閃閃發光的樣子 我覺得非常感動 然後剛剛有一個同學就說 為什麼要學中國是這件事情 那我 其實剛剛我做了很多筆記 但是我現在只想 因為時間不夠 我想舉個例子來說 其實我 爸爸是彰化漢人 我爸爸是苗栗的原住民 苗栗是台南鄉的太亞洲 那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大概從兩三 兩年前開始上街頭 然後我爸媽是 師專畢業的 那當年他們那師專 都必須要加入國民黨 然後我爸媽親家跟我說 我們是吃國民黨的奶水長大的 你怎麼敢反抗 你怎麼敢上街頭 那甚至去年我跟我媽說 你絕對投票會投國民黨 然後我媽就說 你幹嘛這樣子 你們以前 他指責我 那你們以前 不是從中國來的嗎 然後我就說 那你咧 我很氣 我說那你咧 你不是原住民嗎 那所以你是印尼人嗎 因為你是南島語系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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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很氣 然後可是我覺得 教育真的是 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 就是我媽媽他們 雖然是非常的保守 但是她 退休之後 她念了空中大學 她修羅台灣史 然後在1129選舉前 她跟我說 欸 瑤瑤去跟你的 爸爸講說 她不是中國人 我說 你怎麼知道 她就說 因為台灣史的課本上面寫說 其實清末的 和人移入台灣的時候 是不能帶女眷的 所以85% 她們都是跟 台灣當地的 拼補組 女性同婚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的 85% 大家都有拼補組的協同 對 那 我很感動 因為我媽媽她學我台灣史 謝謝空中大學 謝謝大家 好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黑箱課 所以我想提一個大家可能 不太會會注意 而且這個東西我們可能也使不三立 一定要中央政府慣了才有可能會那個 那就是 所謂的大中國時光課本 其實有個地方一直在使用 而且是我們也無法安設 那個地方做軍校 然後 而且 我不是 這個可能 各位男性以後 就是 華視有個節目 是每週高達30萬人收看的 那個叫主管原地 然後 我從 那個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所以說 我可以一邊看電視的工作 就是 我是還蠻閒的 然後 我大概看了七年主管原地 不要問我退國那麼久 為什麼我一直在看 我這是會看 然後 我發現一個很 很詭異的現象 就是說 他 台灣原地 他 每次講的東西 大概都講 東征北伐 剿匪 抗日 然後接下來 就欠台了 然後 那一段就不見了 而且 最近這幾年越來越誇張了 他的 我們那個 國軍的加強敵 我們覺得會是誰 應該是中國吧 錯 先是日本 而且 而且比率比較越高 假如說 用百分比來賺萬 現在 那個 主管原地他講的那個 就是以抗戰史 以中國抗戰史為主的內容 大概是 日本大概賺85% 然後 中國地方大概只賺了不到10%吧 而且我講的比較誇張一點的例子 就是 1995 1950年 那個時候 有個叫廖羅灣的戰 在金門那邊 你知道這節目怎麼講 你知道嗎 他怎麼形容 他說 攻擊軍 然後 侵犯軍 抵禁軍 他講出 那倒是 韓國的軍隊 他講不出來 那 那個 民國39年會來打金門那個地方而已嘛 那他是中共軍隊 可是他打死不講 還有去年一個叫 國語家的音樂劇 他的內容非常誇張 就是 我們會講中華民國的地方 他通通講成 中華民族 完全不假中華民國 好像後面在看的那個政戰觀 是中國派的一樣 就是很文字用詞 非常的準確 絕對不會提到那個 然後這個 我覺得我們可能 這是史上的 因為 軍校或是部隊 他們用的那個 一定是 一定夠我們 我們一定沒有辦法干涉 這可能要中央政府 層級 去那個 那順便再講一下 一個 就是 去年有個新聞 就是 我們派去西點 受訓的一個 優秀的台旗軍官 他做到三位 然後做了十年 他從來離開軍隊 為什麼 因為 那個 上面那一層 人家太額故意 都 我身上的小圈圈 把擋住了 他身不上去 就是 台階又受軍官 他沒辦法晉升到 部隊的高層 無法依存 部隊的決策 所以說 部隊永遠都是一個 很黑的小 小箱子 從紅舊舟事件 我們會看到 部隊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思維 所以說這個 這個當然不是現在 關注的重點 可是我希望就是 有照印象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部隊 這種交互底下 以後可能會交出 什麼樣的軍人 這個 再來過 一兩天 可能我們可以 關心就關心 這樣子 好 就是我其實 我其實也想回應說 像如果是軍隊的管理方式 我們自己也都知道 那所以其實 剛剛這位大哥 已經有暗示裡面那什麼 就是自己國家自己救啊 如果有要改變的話 應該從什麼改變 那其實 然後說到這個的話 其實還是會覺得說 關於我們台灣的 這一塊土地上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去瞭解它 我想 就是 1920年代的時候 一樣 但是其實有 台灣文學洛戰 有一位作家所說的 他說 但原諒我 因為他那是台語 我也希望 他可以是原住民 或是客家語 或是新住民的裡面 他說 如果是你頭地台灣的天 腳打台灣的地 嘴巴說 是台灣的文藝 其他手聽 是台灣的消息 腳手裡現在有一筆筆 才可以無聲台灣的事情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頭頂台灣天 腳踩台灣的筆 嘴巴說的是台灣的方言 耳朵聽的也都是台灣的消息 那如果你有筆的話 你如何能不書寫台灣的事情呢 所以我們會希望 就是不只是學生 也希望大家今天 把這樣的議題 帶回去給我們的朋友 然後我們的家長 讓他們一起跟我們來關注 就是學生的反洗腦課綱運動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覺得 我們都會參加這個戰鬥 可這個戰鬥 不會是只有 這個夏天的事情而已 然後 還有 各位還有問題嗎 我想說 因為我們現在才是課本的事情 應該大家都知道台灣爸爸 就是那個影片 不是有一群社會人士 然後他們自己募資 然後賣東西 然後做出動畫牌的洗 那我想 教學上也不是只有課本這件東西 那影片我想也可以 可以就是作為教學題材 因為我以前還在高中的時候 用畢業的 我以前高中老師上課的時候 也有用教學影片 然後來告訴我們這段歷史 來製造 對 然後他就有用到台灣爸這個題材 那我想就是很多 就是因為 因為歷史不是只有台灣 那我想說 就是很多 就很多網路上的民間還有像客家小小 這個東西 那要教學的話也只有課本 那有很多方式 那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想要說用思考戰鬥 然後台灣爸就是早就有進入過了 這樣子 已經有用 然後但是我其實也想說 大家不要那麼悲觀 因為也許在早期的教育 我們小時候玩的阿拿飄是諸葛四郎 但是這一個世代的你們 你們可是看過航海王 或者是第一版叫海鐵王嗎 這樣 然後或者是也是看過進擊的巨人 或者是小時候玩過那個就是那個牌 是什麼東西 不是假蟲卡 不是假蟲卡啦 遊戲王 那我會提這三個是因為 他都跟歷史相關 遊戲王卡 遊戲王武藤遊戲 就埃及馬拉王啊 然後你在看航海王的時候 第三季阿拉巴斯坦 阿拉巴斯坦的微微公主 他的兩個護衛 一個是准 一個是狼 狐狼跟准 還有沙漠 這不就是埃及文明嗎 我們的生活是多元的 還有我剛剛講的 我近期的巨人 那個什麼馬利亞之強 羅賽之強 那就是在講大東亞共龍圈啊 各位 還有裡頭的生活方式 那是中古歐洲的某種型態 包括行會等等分類 現在這一代學生的生長 是如此的多元 看我們如何去連結他 甚至海綿寶寶 你如果去看做 因為剛剛講的南島語族 海綿寶寶他超適合講歷史的表 然後我就跟他們覺得說 南島語族有到那個 他們就會說 東到復活島 我說復活島上面的 那你就會看海綿寶寶裡頭有一集啊 就跟那個章魚哥 章魚哥不像他雕塑 結果他隨便就是 喔不是我講錯 那個是大衛像 那就是另外一個 好就是那個文藝復興 如果去講到就是海綿寶寶 他就是 因為他身上有洞 所以那個戚風來 他身上有好多音樂 然後水母都來找他 他就好煩 所以他就去雕塑 跟他長得一模一樣的海綿寶寶 然後那後來在兩千年後 就成為了那個什麼 就是外星人探索的目標 那其實就是在講 麻煩一下啊各位 我們生活是如此的多元 但是政府就會說 那個看海綿寶寶寶 到那邊刮或什麼 我們不要讓政府給我們的 就全盤的接受 一如我在教學現場跟學生說 我來我不是要念課本的 我是要讓你們知道 在課本裡頭沒有介紹到的 他為何不跟你說這些 我會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受傳統教育 今天也許是一個斷裂 但是那個斷裂 對歷史的教學來說 非常重要 因為歷史之所以 可以持續的進步 其實就是因為 不同時代的斷裂 所產生的一些變化 導致於下一個時代的進步 所以歷史是不斷在進步 而歷史就是我們的生活 那如同不要說政治歸政治 政治就是生活的總和 所以期待各位 就是一起加入戰鬥 謝謝 不好意思 我想要告訴你 在座可能我能去對他 其實我們那個時代就是說 坐我們後面要 我們裡面是三十億統治總統 我不喜歡那些 公佈大陸國土 然後解決大陸通報 我另外那些 我稍微講 講優一點是時間 講我自己的故事 其實我本身 我爸爸只是講我這點 所以在 我高二是加入國民黨 然後所有當兵 其實我派進部隊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去舉報 舉發我們連上所有人的思想行為 我們那個 照那時候長官給我講 我是附近人員 就是要不要就對了 但是這個要不要的身分是 我們連上完全不知道 我們其實就在那個年代長霸 在其實也是這樣 所以 但是因為你剛剛講那個 舉光日活動 我們那時候也 就有了 但是舉光日活動 我都在批評 後來我那個 我那個 我那個 物件人員的身分 差不多三個月就被拔除了 然後 後來 其實我退伍有 因為這件事情 後來他 我退伍有 把我 國民黨那個 資料袋 打開 看有沒有寫 寫我什麼壞話 還沒有寫什麼東西 好 然後我們那個 就我練高中 是在 藉人時代 那個 我們那個 那時候其實整個 你不要什麼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課綱 反正 我們在念的書 所 所 所給我們 冠書 其實完全完全一個 很洗腦一個 作用 包括其實 我有一年 比較高一高 我忘了 我就問 我們歷史老師說 你為什麼 怎麼那麼快 從 中國那邊 他說要轉進 那時候 他已經轉進了 然後我說 為什麼那麼快 怎麼到台灣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 用我的猜測 我就說 你看 如果你沒有得到 人民的支持 怎麼會 如果人民有支持你們 這個政府的話 怎麼會 一下子從花北華中到台灣 那麼快 那麼快 在194年 那麼一年 中間 敗逃得那麼快 其實後來 因為這樣 就馬上 嚇唬馬上 被叫去罵 其實 在 我思想 思想啟蒙 大概是在 1978 那有一點疑問 但是在1979 那發生了 美育島事件 連續到198年 不過整個 我們 在我們那個時代 其實在 架構書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哪些 什麼228 還是很恐怖 所以 那時候 我 因為 我可能比較有在 關心這事情 所以 我其實 我的史觀很多 是當初 是從 美育島雜誌 還有黨外雜誌 建立起來 後來 我在台灣 就是一個 黃小大學的 劉阿伯老師 他說 他 他到國外 到美國 我才知道 228 你看多糟糕 劉阿伯老師 跟我是差不多年紀了 然後 我 這個年代是 算起來 所以你們 我剛剛講的 俊老師講的 我們 你們這個年紀 大概是我們 這一代生出來的 我們這一代 其實是 最嚴重 也是最悲哀的一個年代 還好 還好 我 我當年 就 人生比較叛逆 然後 對這個 因為當初追求 歷史的關係 然後 一路 一直 查查查查 就是在那個時代 圖書館找不到 任何資料 所以 後來 後來我就 因為 連續到現在 包括我前日子 其實我有看到一本 應該是1949年 到1951年出的那個 在討 在討通緝辦的名稱 那 我一翻開 裡面有 尼賀做 陳書安帝 還有你剛剛那個 區長你講的 四六事件裡面的 對對對 那些人都還在通緝 就是 所以 那 包括那個 那一本我看到 我是像一條 那一本 估計到現在 六七十年 原 原 不是正典命喔 是正本喔 所以 你們這一代 跟我們那一代 我記得我都幾次都 我都有去聽 因為我要去拍 所以我就聽到 其實 其實你們這一代 也很厲害啦 像我們那一代 就沒有辦法 幾小數可以 趕得站得出來 這樣講 包括你們現在的父母 我相信 也是 絕大多數人 就不喜歡小孩子這樣 所以 剛剛 電吉老師講的 即使你們有時候 要利用機會 去跟父母 用比較軟性的方式去講 我相信 這是大家會共有努力的 還有一點 因為我們 像我個人有拍照 其實 當時充潤他們 有活動的時候 就找我 所以我覺得我安排 我拍照 然後我安排 塵岸 走 塵岸去轉播 我要說的 是說 耳後 有任何活動 你們看還是可以聯絡我 所以 身界的人都知道 我派的照片都沒有反權 要用隨便用 沒關係 你要原始房 我都可以寄給你 我意思是說 有 然後有任何活動 需要我們自演的話 不客氣 你們聯絡我 我們會 只要有時間上挪你出來 我們會到現場 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是在座的學生們 其實也應該要非常的 不要覺得孤單 因為已經有那麼多人 要出錢的出錢 要出力的出力 我們都站在你們後面 可是 站在你們後面 並不是要你們保護我 而是我們作為你們 最堅強的後盾 然後思考的話 也許 像我以前也是 接受洗腦課綱的 可是 我國中的時候 教肖樂比賽 我還得過那個什麼 立法院 梁那個 梁素榮 還是院長的時候 他被毛高 不是毛高 那個朱高正 甩一巴掌的時候 教肖樂的題目就是說 要去批判那個 朱高正是如何的 不符合什麼 什麼國家 要尊重什麼港國之類的 我還得第一名耶 開玩笑 對 所以 即便你過去被洗腦過 只要你可以持續不斷的學習 跟思考 你一樣就可以來反洗腦 跟反黑箱課綱 然後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各位 到哲午來 然後哲午剛剛在一開始有講過 因為 好 然後再來如果就是各位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歡迎可以留下來就是討論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各位到這邊來 謝謝 一個20分鐘前的教育部的新聞稿 他說 明天 明天還有後天的三場 座談會全部取消 而且無限期延後 那他有三個三個聲明 第一個 新舊版教科書並行 第二個 新舊版教科書差異部分 不列入考試命題 第三個 啟動教綱檢討 邀請大家 各界學者共同參與地球程序的公開透明 大家不知道覺得有沒有誠意 大家要自己知道 那暑假要開始了 大家也知道要準備做什麼了 對 那最後還是 最後還是預告一下下禮拜哲學星期五 下禮拜談的是原住民 大家第一個想到原住民 可能會想到3D原住民 但是其實還有一群原住民是指拼埔族 拼埔原住民他們其實是漢化的比較早的 那其實很容易被台灣社會所遺忘 那下禮拜要談的是平埔原住民的文化跟正名 那留興趣的朋友也歡迎下禮拜五 七點半一樣在好辦 那歡迎大家一起參加 謝謝